国语有生善书 五庙明正堂善书 群真会客室 主著先佛为南天三太子哪吒 哪吒三太子广成子先翁骑将 第二十八章 圣化笔置身在茫茫苍港 烟雾阴云的树林中 周围聚目少则百年树林 细凤中时有交洋洒落 长洋其间不禁令人心神宁静 受古林响 穿着鹅黄色身衣的仙翁与哪吒席地而坐 侃侃地说 世间每件事物 世人若非切身关系专注其中 想要成功又有几人呢 圣化笔文言后说 应该是运气好才偶然成功 要不然就是素食烧好香 阻责必因的啦 话落 圣化笔这才寒暄随地而坐 哪吒说 小小子就是这么马虎 若该人成功是因为福报好运 也必须关注在成功事上 不然就像无心插流流程印啰 仙翁不及不许用重肯的口吻说 无心插流总是有其动作 再加上少有人有的好运才会成功 然则 想要维持可救不容易了 哪吒亲可以生白了 圣化笔一眼后说 可能又差题了 仙翁表述必有其身意存在 还请不吝开示 仙翁炯炯有神的双眼 注视着圣化笔说 小小子呀 当初瞎基石的情境如何 圣化笔反思后说 不可能是我吧 何况弟子当初对修道什么的根本是铁齿一族的 呵呵大笑的仙翁说 小小子应成天命前总是需要有许多磨炼 并受到精神肉体上种种折磨后 圣化笔插嘴洋洋得意说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眼 哪吒连忙说 好了不要得意 想当初为师时时而提面命 小小子还以为耳鸣或发疯了 圣化笔这才骚头说事又接续说 嘿啦不可能的任务咩 因为哪吒的用心叮咛 使圣化笔坚定信心 虾笔才有大成 情同此理 世人若缺乏信心 一切都以为还有明天或存有疑惑 事实必然失败收场 是的 信心与修道时以为临终在即 便无时不惑忘羞耻了 讲到这弟子近期有意疑惑 难不有为前程却离癌的师姐归空了 听转述 原本排解渊怨后一切好转 怎知一息间天人永隔呢 记得前述提及离病要不痊愈 要不和平共处 要不往生这三种未来吧 先翁陈寅后说 原来有讲述至此了 火化灵性者会有忠于完成使命者的感触 而小小子提及之善心 肉体上也就是细胞 已然无法火化再生 虽灵性虔诚火化 但仍难抵生死定也 然则 一般心存一意者 就死前必然痛苦挣扎 但火化灵性者 释怀一切且由贵堂神修庇佑 走亦安然 圣化笔汉手说 是的 听转述火化后有许多奇迹式的显化 哪吒插嘴说 只是个人虔诚奉圣 并在临终前一圣世了透人生 会有的福报 先翁微笑说 世人只要能实时关切生死大问题 其实众多法门都提供许多很好的答案 所以能不羞耻吗 三位护道珍重后 圣化笔旋即回膛头体 又括号 因为搜尤 떠�许多音笔旋 Cor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